大家好,今天6月18日,指揮中心公布新增本土病例数53,643人 较昨天下降2.8% 而且以各县市的数据来看呢 病例数最多的台中市跟高雄市 今天都已经降到单日8千里以下 那整个这个降低的趋势来讲 目前中南部这边是还蛮一致的 呈现开始一个缓降的情形 那境外移入今天新增64例 死亡有新增181例 中重症今天新增402例 那目前的轻症无症状的比例仍然是99.61% 今天死亡的个案年龄成分部 是从90多岁到20多岁 其中年纪较轻的有20多岁的一位 呃男性没有接种过疫苗 他本身是有癌症的慢性病史 这次是在呃染疫之后有出现这个新因性的休克 以及新衰竭的一个情形 另外有两位30多岁的男性跟女性 分别有接种两剂疫苗跟没有接种疫苗 也都有这个癌症或神经系统疾病相关的一些慢性病史 是染疫后病发心肺衰竭或本身癌症也 呃共病恶化的关系而不幸过世 这三位是在呃发病后3到14天内 呃有过世的一个呃报告 那另外有两位是呃儿童的重症个案 其中一位是呃六岁的男童 本身没有慢性病史 他曾经在6月10号接种过一剂的BNT疫苗 呃不过隔日就呃因为是接触者关系 呃进行快筛阳性也进医师确诊 在6月12号之后开始有发烧到39度 以及轻微的咳嗽腹泻 隔日6月13又出现呼吸困难 及嘴唇发紫的状况到急诊就医 当时医生发现有胸凹以及有呼吸带传明声的情形 X光有显示两侧都有肺炎 那因为有呼吸窘迫的情形紧急插管 呃住加护病房使用呼吸器 目前正在加护病房持续的使用肺固醇跟瑞德西味等治疗药物 那这位是我们归类在这个肺炎的个案 他本身有肺炎跟这个呼吸窘迫的一个情形 另一位儿童重症的个案是一个一岁的男童 没有慢性病史 那这个案例是在5月29号有发烧 咳嗽流鼻水 声音沙哑的情形 隔日家用快筛阳性 5月31号因为呼吸困难 有发现胸凹的一个状况 那紧急到急诊就医 医师因为他有呼吸窘迫的关系 插管使用呼吸器入住加护病房 那当时有给予这个瑞德西韦跟类固醇等等这些药物 治疗之后 顺利的好转已经在6月1号 八管移除呼吸器 6月9号已经康复出院 所以这例是经过医师诊断为一个孝侯的个案 当时曾经有过呼吸窘迫 住过家务病房 不过目前的病况已好转 在6月9号的时候已经顺利的出院